神州9日和天宮1日再次對接成功後幾個小時 三名航天員、劉旺、景海鵬和劉陽 下午大約4時再次進入天宮1日 三人透過鏡頭向地面控制中心敬禮和揮手致意 手控對接在中午12時38分展開 景海鵬和劉陽監視移標讀數和對接標靶 在地面模擬訓練1500次駕磺磺 操作座位兩側的手柄 控制神九飛船的姿態、速度和方向 將飛船從140米外向天宮1日換換接近 用了10分鐘對接還接觸 到了12時55分 神州9日和天宮1日對接成功 再次形成組合體 地面控制中心響起掌聲 中央電視台形容是突破 這意味著 中國的航天又有了一次重大的突破 在展開對接前過半小時 神九和天宮1日短暫分開 飛船設置400米外 再自動靠近 去到140米外的停泊點轉由人手控制 最終實現被形容為 百米穿針的手控交匯對接 意味中國計美俄之後 成為第三個完整掌握自動 和人手交匯對接技術的國家 有能力以不同對接方式 向載軌飛行器運送人員和補給物資 未來幾天 三名航天員繼續在天宮1日內 做各項科學實驗和試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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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